哈囉大家好我是KFAN 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吧我們今天來看一下公術的秘密 第二顆 不過這個東西它的細節實在是有一點多 如果我用畫面來呈現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點麻煩 只是跟大家說一下 欸沒錯我這邊是有實測的畫面的 只不過那個細節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變成文字的方面來代替吧 來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12月到底有什麼樣的細節 在它的所有設定裡面來呈現 好那我們這個時候就直接從數據的方面來開始看吧 那這些數據的話 很像會有那麼一點點的複雜 所以我們分開來看 我們先從最一開始的情況 12等月亮的話呢 我們是來到了12%的攻速 我們點滿的話呢 會加8%變20% 然後點亮的話呢 會加3%的攻速 然後攻擊呢會乘以10% 那我們先不看這些 我們就先看一下 最原始的七星牆棋 跟一星月亮的話呢 我們每點亮的傷害是來到了28317 然後呢 跟著我們最一開始的七星牆棋 白質的傷害呢是24920 然後我們用上上一集 荒術的算法的話呢 可以看到我們在七等強擊一星月亮 在沒有點亮的情況下 我們攻速是加12% 那我們這個情況呢 應該是攻擊週期縮短88% 我們的攻擊增加這邊寫0% 因為我們點亮的話 即興是加幾% 所以這邊是0% 因為還沒點亮 然後呢 我們的攻速增加的導致秒傷增加的話呢 是來到了13.6% 就是100除以80% 因為我們同樣的週期去打的傷害 那這邊有觀眾說啦 與其攻擊速度縮短 不如講攻擊週期 這樣會比較精確 然後呢 我們整體的傷傷是多少呢 也非常剛好的 是13.6% 所以這邊的算法都還是一樣的 來 我們把一星月亮給點亮吧 好 那這一次的話呢 我把月亮把他點亮之後的傷害 給他寄的是7星搶起 配上一星的月亮 有點亮的話呢 我們的白字傷害 多了一些 來到了31276 然後我們的暴擊傷害呢 也來到了88萬 但是呢 我們返回去 扣掉白字點亮的話呢 我們的白字傷害是 扣掉月亮點亮 我們的白字傷害是 來到28432D 那這個時候呢 一樣 我們看一下差距的第二行 就是有點亮的情況下 我們的攻速增加了12.36% 那這個時候呢 攻擊力增加了10% 那換算一下呢 其實我這個是反回推啊 不過我這邊都算好了 我們就直接來看 我們的攻擊週期呢 是87.64% 那就會導致呢 我們的攻速增加的是14.14% 這邊都是算的 然後呢 我們整體傷害呢 雖然增加的是25% 但是要知道 我們要扣掉白字點亮的傷害 所以呢 扣掉之後呢 我們的白字增傷 只有來到14.1% 而跟我們一開始算的 攻速增加 秒傷導致 欸 攻速的增加 導致秒傷的增加 14.1% 是完全一致的 就代表著 欸 我們的月亮 是 月亮的那個3% 是增加我們 攻速當下的3% 而不是從12% 加到15% 對這點呢 算是在這個地方 得到了一個證實 好 那我們再更誇張一些 我們先還不要讓月亮上去 對在月亮還沒上去之前呢 我們就已經看了這麼多數字了 我這邊算了兩個多小時 而且我們後面還有一個 13月的東西要去搞 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 月亮點亮的話呢 那我們先看上面啦 上面的話是 記錄到的一個數據 LevelMax 在一星月亮 沒有點亮的話呢 我們的攻擊呢 是31000多 比起有點亮的情況下 欸 很像還是點亮會比較香 你看我點到滿了 攻白字才31000 可是上面的沒有 有點亮的情況下呢 才就有312000 就是LevelMax 沒點亮啦 想起來很亂 然後呢 如果我們今天LevelMax 然後又有點亮的話呢 我們的增傷幅度呢 會來到了34000 我們這個時候的暴擊傷害呢 就已經來到了97萬多 但是扣掉白字的增傷之後呢 我們的整體增傷幅度呢 是31383 這個部分跟上面的 31149的差距 就是在於那個點亮的3%的速度 因為剛剛已經可以證實了嘛 那個10%的傷害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一樣往下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在沒有點亮的話呢 我們升滿的話 我們是12加上8% 所以會來到20%的攻速 那攻擊力呢是增加0% 那相減而言呢 我們的攻擊週期縮短是80% 所以呢攻速會增加 導致它的秒傷會增加25% 因為我們80x1.25就會回到100% 對不對 25% 是增加25% 然後我們整體算出來的傷害呢 也剛好就是25% 所以這邊呢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邊就跟光是一模一樣的 那今天點亮的情況下呢 其實我們是由後面往前推的 我們扣掉白字的點亮增傷呢 是25.9% 那一切往回算的話呢 就會是20.6%的攻速 那20.6%的攻速呢就會剛好是20%乘以那個3%的那個攻擊速度的增加的這個數據 所以也可以間接證明了 我們今天就算LevelMax 它的月亮點亮的速度呢 也會把LevelMax的增傷 攻速給它疊上去 對所以說這個3%就是它會不管多少 就是直接乘以0.3 乘以3% 或是乘以0.03 看你怎麼讓去算 我這邊用的是百分比的方式 好到這邊呢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要直接跳到七星的部分 我就把一星的數據先給它擦掉 不然七星再放下來的話 那畫面實在是太亂太亂了 好 那我們直接來到第二之三的地方啦 就是我們七星強級跟七星月亮的一個差距 我們要先理解這個部分 才能夠之後去了解我們的13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13月呢我算到後面那個數字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到12月呢如果你前面都看不懂的話 我們直接看結論就好了 結論的話呢就是月亮的點亮攻擊速度增加3% 是整體的攻速加3% 其實剛剛就已經完全證實了啦 然後呢月亮的星數呢 它的加幾星加幾星的傷害 就是我今天一星加10% 七星就加70% 這個呢在其他骰子其實就已經也證實過了 只不過這邊呢再給他收一下而已 好啦一樣我們就來看一下 為什麼七星的月亮會有這麼這麼的扯淡 而七星的12月會這麼誇張的原因在哪裡 首先呢可以看到我們七星強級的情況下呢 在七星月亮的話 我們的白字增傷白字的傷害呢已經來到了15萬了 那在有點亮的情況下呢來到了310萬 不是150萬 然後點亮呢 我們等於只是在同樣的攻速的情況下 多了3%的攻速 再加上70%的傷害 我們的傷害呢就來到了310萬 已經是double上去了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扣掉的是白字的 扣掉點亮的70%增傷的話呢 其實我們真正的增傷只有來到180 18萬多 剛剛說300多萬嘛 18萬多而已 那你說這樣的增傷 這3%就多了將近20%的增傷 你知道這傷害有多誇張嗎 所以有點亮還是非常非常 而且還有78%增傷 好那再來呢 是沒有點亮的七星月亮MAX 這個時候就誇張了 因為我們的月亮的攻速 已經逼近了一個極限 可以看到我們今天七星的話呢 就已經來到84%了 我今天levelMAX的話呢 會再加8%就來到了92% 那92%的話呢 我們現在沒點亮的白字傷害是來到了 300... 欸 31萬是1500 那如果今天再把它點亮的話呢 除了加70%增傷以外 還加了3% 而且這個3%是92% 都給它加進去的 我們扣掉白字點亮的傷害呢 是來到了475570 所以你看這個3% 就從剛剛的沒有升滿的情況下 多了20% 而現在的3%就多了 將近快要50%的增傷 這就是攻擊速度 快要趨近於一個極限 而發生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差距好了 我們今天呢 攻速在有點亮的情況下 在沒點亮的情況下呢 是來到了84%的攻速 那我們因為沒點亮 所以攻擊增加是0 那我們攻期縮短呢 攻期的週期縮短至16% 那間接的呢 因為攻速的增加 導致秒傷的增加呢 來到了525% 硬要講是625% 6.25倍 但是我們是講增加量 所以增加了5倍多的傷害 我們從原本100變成了600 我們是增加了500% 雖然說我們是6倍的傷害 沒錯 那我們的傷害增加呢 算起來也是525 這邊都還是光閃沒有問題 那我今天七星一等點亮的情況下呢 我們的攻速呢 從84% 因為乘以3%的原因 可以變成了86.25% 可是他怎麼樣都不會超過3% 就有點可惜 那我們攻擊呢 也會增加70% 然後因為攻速是86.52% 所以我們攻擊的週期呢 就是100-86.52 就會變成13.4% 但是呢 我們今天因為這個縮短的 導致的增傷呢 是100除以13.4% 我們的增傷幅度呢 點亮就來到了 增加了6.41倍 那6.41倍的話 就跟剛剛只多了100%而已啊 所以其實增傷沒有到很多 但是呢 我們整體幅度呢 有來到了1161%的增傷 原因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月亮的70%增傷啊 如果真正只算 扣掉白字的點亮增傷 扣掉點亮的白字傷害的話呢 其實跟我們的攻速增加 導致的秒傷 是一模一樣的數字 所以到這邊 都還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只不過能夠知道 那個月亮的速度 月亮的那個70% 很像是最後一波 把這個傷害頂上去的一個地方 就知道月亮在某方面而言 真的是有一點點做壞的啦 好那接著 再來是最可怕的時候了 我們在七星強級 配上12等七星月亮 在LevelMax沒有點亮的情況下呢 我們攻速是來到了92% 那我們攻擊週期呢 就縮短至了8% 那8%呢 代表說我們在同一個週期裡面 我們這個可以打12.5下 那我們原本就打一下 所以我們真正的增傷呢 是來到了11.5倍 我們增加了11.5倍的增傷 而我們整體而言 算出來的數字呢 誒沒錯 也就是11.5倍 到這邊沒有問題 那最後一刻呢 我們也還是給它點亮上去的 92%再加上0.3%的情況下呢 誒 3%的情況下呢 我們的攻速呢 是來到了94.76 快要到那傳說中的95%了 那我們攻擊一樣增加70%啦 然後攻擊週期呢 縮短至100減掉94.76 所以我們的攻擊週期變成5.24% 5.24%呢 那我們換算成攻速增加的秒傷 就是來到了18倍 那我們一樣先不管那個傷害增加70%的部分 反正我們已經能夠證實沒有錯了 那我們一樣在後面算了一下 扣掉點亮的白字傷害呢 就是18倍的地方 沒錯 對所以到這邊 總體而言都還在那個算是能夠算的地方 所以可以知道啦 就是到後面那個月亮為什麼會這麼強的原因 就真的是因為我們的攻速越快 它的週期呢 會越縮越短越縮越短 你看從8%變成5% 那個攻擊速度又加了將近一倍 假設這個攻擊週期變成2.5%的話呢 傷害又會再加一倍 就會變成大概至少是3千 3600%甚至來到4000% 如果變成1%的話呢 就會來到100倍 然後有沒有辦法突破百分之百呢 13月很像就可以突破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就留到下一張截 再來給他看一下 到底有多麼多麼的奇怪 這個RT的光束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oA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1隻 2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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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